好 大家早安 早安你 確定 因為我們今天橫跨整個台灣西部 早上在高雄 然後跑到基隆現在跑回來 好 我叫仁琦 那看到我的寶寶叫仁琦 就是仁琦嘛 我大學同學 我的綽號就叫仁琦 那我後來工作 我的正式英文名字就叫做Man Wife 對 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剛才努力在滑我跟焦點的那個 E-mail所有的聯繫跟E-mail 發現我好像沒有交三個關鍵字 我本來還在期待說他會幫我修拿三個 好 所以還好我自己有準備 好 那我家的三兄弟 我是老二 中間那個 對 好 那前期一提要 我的戶籍現在在蘭嶼 那我在那邊當替代役 那這跟我現在做的事情 跟二月要做的事情有一些關係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那這是我上一份工作的一件T-shirt 大家有聽過國際志工嗎 好 我過去八年的人生 基本上就是在做國際志工這件事 就大學不念書都在當國際志工 然後都沒有念書到後來畢業退伍還是有工作做這樣子 好 可是呢 這是我們那時候的組織 只要出團你都會得到一件T-shirt 後面就寫了一句話叫做 你就是改變世界的力量 Be the bridge be the change 感覺很熱血對不對 可是 你知道 在國外做社區發展計劃 其實就是努力的要讓一件東西發生 那個改變最有感覺是什麼 就是錢 你知道我們去 比如說 我工作後去柬埔寨 教孩子英文 你跟爸媽說讓孩子來 我們教他英文 爸媽不會讓他來 因為很實際就是家裡少一個人種田 就沒有人種田 就沒有收入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一直來想 我們在國外很多社區做很多事 那我們自己可以在自己的家鄉做什麼事 這是我有一次跟我之前的同事聊天 就聊到一個就是找到平衡點 我們人生其實就不斷地找到平衡點 然後感覺又找到 好像又沒有找到 然後時間就過了 好 舉例說這如果是我的平衡點 會發光的是 好 舉例說這是我的平衡點 那這個可能是你的平衡點 或老闆的平衡點 我們通常都會很直觀地以為 可能平衡點就是一個天平 拉一條線中間其中的一點 可是其實找到平衡點的某一部分來講 就是它不是我最滿意 也不是你最滿意的 可是我們卻都願意犧牲一些自己的想法 然後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 好 我現在去年1月31號離職之後 就回到算半個家鄉厚裡 那我現在有另外一部分的角色是 國小老師 對 就是代課老師 不是正式的那種 那你知道 你還記得你國小時候 老師都在做什麼嗎 一定不記得 改聯諾部 改聯諾部 對 真的很可憐 你知道我去當國小老師第一天 我就閉上眼睛 把你的耳部的感官放到嘴大 你就會發現老師都在罵小孩 真的 你會發現每一個瞬間 都同時有兩個班級上的老師在罵人 對 就是老師 有一天就是你知道 國小一堂課是40分鐘 你要花20分鐘在管秩序 這課還要怎麼上呢 所以有時候就會暴衝就罵完 可是我就會發現罵完之後 孩子在數老師身上有幾個小人 或者是有幾個小美人魚在上面 他就沒有在聽你到底在念什麼 所以我後來反而在想一件事情是 孩子到底要怎麼樣帶他 就跟我現在在跟水在帶的 這群孩子有一些關係 好 那時間回到2009年 八年前的時候 我父母是基督教的牧師 他們是這種在鄉下沒有教會的地方 設立教會的 OK 那去了之後呢 做什麼 就跟學校 把學校那種 你知道 國小現在有種東西叫課後照顧班 他就是 基本上就是付老師終點費 一個小時260塊 20個孩子去除的話 就是260除以20 他就是一個非常便宜的東西 可是在鄉下地方 很多時候 這些孩子是根本 連這麼便宜的錢都繳不起的 學校想說 好吧 那就不收你錢 讓你直接來 可是有一群孩子很特別 他們會在那邊 不受老師的控制 然後干擾其他孩子學習的權益 那這種孩子 就被帶到了教會裡面 那我們基本上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客服 好 那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 我們現在有27位孩子 就用簡單幾個 slide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的孩子 27 39 27 紅色代表我要呈現出來的社會問題 它的比例 我們現在27位孩子裡面 有78%孩子是來自單親的家庭 44%的孩子是新住民的家庭 第二代 44%的孩子的父母有要賭就贏 然後低收入戶的家庭 41% 父母失業的30% 學習障礙的學生22% 隔代教養的家庭15% 家暴的家庭11% 身心障礙的孩子11% 父母入肩的 然後家庭成員關係問亂的 我自己大學是念社工系 在那個時候念到這些社會問題 都覺得是怎麼可能 可是真的去社區之後 你會發現這種真的特別在鄉下 為什麼那個民視都可以演一兩千集 我們的隨便抓兩個 大概可以演至少50集 隨便排列組合 大概兩千集就有了 這就是我們現在在帶的這群孩子 好 那 開始慢慢有一些組織 開始支持媽媽做這件事 所以她就成立了這個協會 那我們開始做的事情就是 你想得到的客服單位會做的 寫作業 教英語 教數學 餵飽晚餐 就是給他們吃晚餐 餵飽他們的肚子 那 下面因為我們是教會 所以我們要教他們樂器種田 那這八年來這些孩子沒有繳過半毛錢到這邊 可是媽媽還幫他們找 就是連結跟我們 變成世界早餐會的受助童 或者是其他的受助童 讓他們每一個月可以固定去存 他們未來高中大學的學費 OK 那 這個是我們現在所有的支出 OK 我們要有教室 可以讓大家來念書 我們需要水電 我們要晚餐 給高中生供讀金跟種蔬菜 那 這是我們的樂器牆 就是 每一支就是媽媽她一支兩支去跟別人募過來 募到最後 每個孩子可以有一支兩支 那 這個是一個三年級的孩子 你看在上面以為他在玩 可是 你現在還是覺得他在玩 可是 當他真的開始打的時候 你就發現 你以為自己在做夢 這就是我們的孩子 對 那他們 很屁 甚至比別人還更屁 可是 當他們真的要開始做事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們是不一樣的 那 我們也教英文 可是我們教英文 我們不是老師 我們是 家人 怎麼說 我們的菜單 每天都寫菜單 我們的菜單的特色就是 看完了 你也 不知道到底要吃什麼 可是我們就會從當中去 悄悄情 就是說 Joe就是Hand out 吃豆腐就是 make a pass at somebody 就用這種方式跟孩子 那有一個 這個賽就是我們的孩子 會跟我媽媽搶魚頭吃 在學校 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 可是這在我們那邊都是 每天在發生的 那2011年的暑假 應該說不只2011年的暑假 每一年的暑假 台灣都有一個特產 叫做 颱風 對 然後颱風完之後就會菜架上養 你知道養27個孩子 每天要煮的菜有多少嗎 好 可是我們一個 每一餐每一天 預算是400塊 一餐 好 那菜架上揚之後怎麼辦呢 還好 房子旁邊有 木瓜 薯 木瓜就掉下來嘛 可是是這種木瓜嗎 不是 是這種木瓜 然後你就發現那個暑假 我們就吃了三個月的 涼拌木瓜絲 泰式涼拌木瓜絲 木瓜炒肉絲 炒完肉絲炒絞肉 炒完絞肉 再炒一次肉絲 然後再來燉木瓜 木瓜湯 反正各式各樣的木瓜料理 就這樣吃了三個月 就活過來了 後來我們才想到 那頂樓可以種菜 所以後來就有個老師 開始帶我們在頂樓種菜 所以我們才開始我們種水 而且我們很特別 我們是種水耕 我們的菜不是種在土裡 是種在塑膠盤子裡 然後讓孩子有機會 他們自己從種子開始育苗 現在耕水基本上 我們就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 我們辦志工活動 我們週末的時候邀請大家到厚里 過兩天兩夜的生活 體驗我們的生活 一起種菜 看這群孩子怎麼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一起生活 那我們也辦農耕體驗 然後食安教育跟學校合作 然後我們未來在今年的暑假 就會開我們的餐廳 讓我們即將畢業的高中生 他們有直接進入就業的機會 OK 那我們在12月24號聖誕節前一天 就辦了我們第一次的音樂會 還有農夫市集 好 那基本上所有的跟隨的營業項目 都會創造收入 剛剛講到色氣到底是什麼 其實色氣就是一個介於公司 跟所謂的社福單位 就是PO跟NPO中間的 一般的企業他們賣商品賺錢 可是以前比較沒有社會責任 現在比較有一些倫理道德出現 不過很多的社福單位在做很好的事情 可是他們的來源都是募款 或者是捐款 那社會企業基本上就是 我們靠自己的產品 去support我們原本在做的事情 那我們的英語不做二次分配 那現在沒有做二次分配 因為暫時也沒有錢可以二次分配 不過基本上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概念 在做我們在做的事 那這是我們孩子 我們從蔬菜的種子開始育苗 從種子 你有看過菜種嗎 你知道如果去種苗行買一顆要兩塊 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 為什麼不讓孩子去育就好 育出來他就可以得到一塊錢的公讀金 再怎麼會育一個月大概是三百塊 他們就很開心 還有三百塊的零用錢 今年我們就把我們對面的地 一分六其實不大 大概五十公尺乘二十五公尺的一塊地 租下來 擴了三倍 我們現在每一天都可以吃自己的菜 四百塊一餐養二十七個人 就是這樣搬到的 OK 那這就是我們假日的景象 就是帶著孩子種田 那這是我弟弟 現在我和我弟弟都一起回到耕水這個地方 那你知道身材比較好就會 那孩子就會學他就會 那我們就知道自己就不可以為了大家好 就負責拍照就好 就不會把衣服脫掉 他們沒有事情 他們這是Photoshop 好 那我們的孩子 破完當完水電工就是 他們十五歲以下是不能領薪水的 他們的薪水就是可口可樂 他們就會用他們覺得最有趣的方式 那個剖完都不知道有沒有洗喔 就這樣倒著喝 然後喝完其實倒太多就會沖到臉 然後其實半罐都是流掉的 不過這就是我們跟孩子一起學習的方式 那我們吃完的東西 菜跟果皮 我們把它做酵素 把它變成堆肥 再回到我們種的 所以我們從種子到最後端 其實我們都沒有做任何浪費 它是一個完整的循環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現在可以做生態體驗 或者是食安教育 我們現在頂樓 教會頂樓可以住三十個人 我們辦的活動就是住在這地方 那讀高中觀光課的孩子 這個住宿空間就是由他在做經營跟管理 然後帶著孩子繼續做 那颱風過後水塔飛走了怎麼辦 一般的孩子他不會去 可能就是留在家裡放颱風架 可是我們的孩子 他會留下來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覺得這個是教會的東西 這是自己的東西 他們每天的生活就是下課 然後就先到教會之後 第一件事情是吃點心 吃點心比什麼都重要 然後再去種田 種完田之後才開始 就是寫作業 吃晚餐 夜讀再回去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從他們小的時候 就開始認真的照顧他 那希望他在老了之後 一樣可以對這個社會造成很棒很棒的影響 這樣子 好 那其實今天來我一個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我們要怎麼 除了餵飽他們的肚子之外 我們還要帶他們做怎樣的學習 去年年底我就寫了一個計畫 叫跟隨貝利計畫 它不是寫錯字喔 它不是陪利 陪利可能是學會一個東西 貝利它是要讓這些孩子 學會了之後 在他們的人生 有更多更多的選項機會 特別是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 他們人生缺的不是學會一樣的東西 而是缺的是選項 讓他們去做選擇 好 那學習力生活力行動力 其實我母親 過去八年 他們就是不斷的在訓練這些孩子 變成很棒的器皿 所以是準備學很多的東西 所以 跟隨貝利 其實我叫他跟隨貝利1.0 因為 為什麼是1.0呢 因為接下來要講的五個東西 我自己都略知一二 所以就算我們找不到人來教孩子 我們都可以自己教 那讓孩子有選項 跟隨沙龍我們希望 就像今天的這樣的場合 其實厚禮沒有機會有其他外面厲害的人來分享 那孩子也不會出去 為什麼 因為台中市現在有10公里公車免費 最遠都到楓原 再往台中市去過去就要收錢了 所以孩子口袋沒有錢 悠悠卡也沒有錢 他們就到楓原去逛 反正逛不用錢 看不用錢 他們的最遠的行動就到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讓孩子不出厚禮也可以行千里 我們邀請厲害的人 可能也是在座各位 一起身邊跟我們的孩子分享 我們要叫孩子攝影跟木工還有設計 因為這三個東西 其實都是這個世代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剛好我們自己會一點點 所以就可以帶孩子去做這樣的學習 再來最後一個叫跟隨角種 我們要帶孩子去旅行 你知道若是家庭的孩子 他們去過台北市立木柵動物園給動物看 因為就是學校的校外教學 上車下車 那我們要帶他們去蘭嶼旅行 而這個旅行是有任務的 他們都會樂器 他們要用八首歌的時間去做一個表演 每首歌中間講他們的故事 然後讓他們自己知道 他們是有能力去改變別人的人生 跟他們分享他們在跟隨的學習跟收穫 那這就基本上就是跟隨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一起來厚禮 看看我們的孩子體驗我們的生活 謝謝大家